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李卓 来自SphereEX 现在在SphereEX的云团队中担任云研发工程师的岗位 在之前的履历中做过运维和运维开发工程师 对帮助公司的业务上云有一定的经验 现在主要致力于帮助阿帕奇Sphere上云 以及它的商业化改造 在今天的演讲之中 我们将一起体验如何将阿帕奇SphereEX从传统部署方式 向云上迁移的整个流程 希望大家在这场分享中有所收获 今天的分享主要分成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下在云元生时代底下的基石 Kubernetes 在Kubernetes之中如何去构建和编排一个应用 以及在阿帕奇Sphere上云的道路上 我们的选择 为什么阿帕奇Sphere要选择上云 上云之路又遇到了哪些问题 第二个我们将了解一个工具 Helm Helm是我们在Kubernetes世界中 完成第一操作的重要工具 随着5.1.2的发布 阿帕奇Sphere 恰次也作为版本的重要功能一起发布了 Helm只能帮助我们完成第1的操作 我们还需要将阿帕奇Sphere向第2再推动一步 第三个就是本次分享的重点 阿帕奇Sphere Operator Operator作为Kubernetes之中 应对复杂部署形态的最佳实践 一个优秀的Kubernetes扩展方式 是如何补充Helm能力 完成阿帕奇Sphere在Kubernetes之中的第2 最后Sphere on Cloud的项目 Sphere on Cloud的项目 作为存放Sphere Operator的仓库 利用开源的能力 我们还可以做到更多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阶段 阿帕奇Sphere Sphere的上云之路 为什么以及怎么做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自己或者同事开发的一个应用需要上线 需要向运维部门申请资源进行部署 在传统的部署模式下 应用一般都是跑在公司的虚拟机上 由运维部门给定这个虚拟机的规格 在传统的部署模式下 你的应用是否也遇到了这样的困局 水平扩展能力不足 对应用直接跑在虚拟机上的情况 如果遇到了业务负载高峰 需要水平扩展 分担压力 要么就是提前部署好 要么就是将整个环境做成一个镜像 这样的扩展方式不够灵活 也不能在突发复杂高峰的情况之下 快速的去应对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对每一台宿主机的资源 利用不够充分 为了保证自己的应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 向运维部门申请机器规格的时候 也会尽可能多的去申请 这样的好处就是 在负载高峰的情况 业务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进行计算 但这样子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就是宿主机的资源利用率不够高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每一台宿主机的资源利用率 是一个能够降低成本的很好的方式 最后 运维部门对于每一个应用的状态 都得做到实时的监控 及时响应 每个业务的状态 叠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工具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上述几个问题 阿帕奇沙丁斯菲尔在差次发布之前 也是要用户使用传统的部署模式进行部署 同样也会遇到上述的几个问题 在2014年 由谷歌在内部Block系统之上 开源出的一个全新的容器编排软件 Kubernetes 随着Kubernetes的发布 余元生这个概念也走入了大众的视野 将应用迁移到云环境之中 可以为一个企业带来哪些收益呢 首先是优秀的弹性扩展能力 在Kubernetes之中 应用是以容器的形成进行启动 应用的部署会变得非常的简便 只需要修改期望的数量 Kubernetes就会根据期望 将这个容器在集群中的一台宿主机之中拉起 应用就可以对外进行服务了 这个过程一般只需要秒集就可以完成 大大的缩卷了应对负载高峰的准备时间 在Kubernetes之中 所有的基础设施资源都会被Kubernetes进行管控 统一的进行调度 对应用来说 底层的基础设施的一些相关的细节和差异都已经被屏蔽了 并且在Kubernetes集训之中 所有应用都享受这些迟化的资源 在Kubernetes自动调度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每一台机器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在Kubernetes之中有着完善的监控和探征机制 能够帮助运维的同事 对运行在Kubernetes集训上的应用 进行简单的运维操作 包括状态的检查 应用的重启 并且在发生异常情况的状态之下 能够通过重启等操作 尝试对应用进行自运维 使应用能够在人为的干预之前进行自愈 提高了应用的稳定性 解放了一部分人工干预的人力消耗 Apache沙丁斯菲尔为了享受上述这几种 Kubernetes带来的优势 选择了将Apache沙丁斯菲尔向云上部署进行演进 那么如何在Kubernetes中去构建一个云原生应用呢 如何将Apache沙丁斯菲尔在云上环境部署并运行起来呢 首先对应用来说 应该去满足云原生的12大要素 能够做到尽量的无状态 其次我们可以利用Kubernetes强大的原生能力进行构建 关于部署模式 我们有Deployment Stateful Set可以选择 我们还可以在描述部署模式的基础之上 为应用添加有关于网络的Service描述 使用Config Map 为应用的配置文件进行单独的挂载 做到配置与代码分离 还有更多的原生能力 我们在此就不再赘述 在上述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了Deployment Config Map Service 这些Kubernetes的资源对象 在这些资源对象中 我们需要去配置有关于存储的Volumes 存储的挂载点 Volume Mounts 应用的副本数Republicas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Config Map 或者Secret 对我们的密码或者配置文件 进行挂载和加密 使用Service中的一些特性 将我们的应用对外进行暴露 暴露的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 Class的IP Load Balancer NodePort 等模式 对于这些资源对象 还有资源对象中 属性的选择 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 Kubernetes系统的同学 是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做出合适的选择和配置 这样的配置需要一个专业的运文人员 对应用的情况进行归纳和整理 并且根据结果 选择合适的资源对象 将应用在Kubernetes中进行描述 并且构建 在Apache-Satting Sphere上云的过程之中 我们也遇到了相对应的情况 使用Deployment Config Map Service 这三个资源对象的组合 可以满足Apache-Satting Sphere 部署在Kubernetes之中 基础情况的描述 但是为了尽可能覆盖到 用户的使用习惯和使用场景 我们需要在这三个资源对象中 添加非常多的额外配置 对于一个非专业运文的同学 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过 Kubernetes的DBA同学来说 在这么复杂的资源对象配置中 修改符合当前环境的配置项 并且将其正确的描述 部署到Kubernetes集训之中 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因此Apache-Satting Sphere 社区考虑使用Helm 为资源对象构建出了 一个Apache-Satting Sphere charts 让非运维的同学 也能够在Kubernetes之中 有着开箱即用 快速尝鲜的体验 Helm的使用体验 可以看作是一个Linux发行版的 包管理工具 可以让用户在Kubernetes之中的 应用部署 有着使用Linux发行版 安装应用一样简单的体验 Helm的基本思想是使用 通过模板化 实现Kubernetes YAML配置文件的 可重用性 Helm允许定义带有标记属性的 Kubernetes YAML文件 这些属性的实际值 将会在单独的文件中进行定义 Helm获取模板化的YAML文件 和它的值文件 并且在这些YAML文件 部署到集群之前去合并它们 官方对于Helm的阐述是 Helm是Kubernetes应用 查找 分享 和使用的最佳方式 Apache Shading Sphere Chart 也是使用Helm工具进行构建的 使Apache Shading Sphere 在云上的部署和运行 也变得非常的简单和丝滑 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 Apache Shading Sphere Charts 未发布之前 打个比方 我们想在AWS上部署一个 Apache Shading Sphere Proxy集群 对于Apache Shading Sphere Proxy来说 它需要一些EC2的机器 安装部署所有的组件 并且运维的同事需要管理和维护 每一个安装组件的机器 及其运行应用的状态 传统的部署模式下 Apache Shading Sphere集群 不仅需要大量的EC2资源 并且还需要运维同事 对每一台机器和每一台机器上 运行的应用的状态进行管理 来到了时间快进到 Apache Shading Sphere Chart发布之后 我们已经可以利用Chart 在Combinities集群之中 快速的部署一套 Apache Shading Sphere Proxy集群 云上部署模式下 治理节点、计算节点和应用 都共享一个Combinities的资源池 依托于Combinities的自身特性 能够做到对基础设施层面的资源 进行池化 使资源中应用共享所有的机器资源 提高每一台机器的资源利用率 在Combinities中 应用可以通过一定的配置 可以在Combinities的帮助之下 实现自愈和自运为 从而减少了运为同事的工作压力 我们可以对比 在没使用Ham和使用Ham之后 资源对象的配置的复杂难度 在没使用Ham之前 我们需要对治理节点、计算节点的配置 YAML进行单独的编写 并且每一个YAML中的配置项 我们需要熟悉 这样子才能够快速的进行修改和复制 使用了Ham之后 我们可以看图片中的代码层级结构 除了Values文件这个文件以外 都不需要中断的用户去做任何的更改 并且Values文件也有着详尽的API配置项 使一个非专业运维的同学 也能够快速的进行使用 所以Helm简化了对Combinitis之中 使用资源对象的编写的配置过程 使得API沙丁Sphere 能够在不同环境之中 快速的部署 快速的复制 虽然Helm有众多的优势 但是也存在它自己的局限性 首先 只能够使用Combinitis的原生资源对象 面对无法处理的部署情况时 它就无能为力了 然后只能管理部署的流程 后续的运维流程 只能靠Combinitis自己进行管理 只能够进行简单的运维操作 不能组合复杂的 虽然Helm有着众多的优势 但也存在它自己的局限性 首先 只能够使用Combinitis的原生资源 面对无法处理的部署情况时 它就无能为力了 然后只能管理部署的流程 后续的运维流程 只能靠Combinitis自己进行管理 Combinitis只能对应用进行简单的运维操作 不能组合复杂的运维动作 在此 对于复杂的部署模式 编写chats的复杂度也会变得复杂 使得整个chats项目的代码可图性下降 维护难度增加 虽然Helm简化了对配置文件的配置过程 提供了一个版本化管理部署能力 能够使用Helm 快速地对应用进行回滚 升级和清理 但是这样 依然不能够满足 Apache-Satin Sphere部署情况的完全覆盖 在Combinitis中 有一个概念 叫D1和D2 在D1中 用户主要去关心 如何将一个应用在Combinitis中进行描述 并且将其部署在Combinitis之中 Helm关注的领域就是Combinitis中配置的YAML 这些资源是由Combinitis支持的资源或者API组成的 另外一方面 D2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去解决一个有状态或者复杂的工作负载 如何在Combinitis中进行管理 对于Apache-Satin Sphere来说 我们需要一个定制化的管理工具 完成Apache-Satin Sphere在Combinitis中的生命中期管理 这里就需要用到Operator这种扩展模式 在第二种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飞轮上面有三个模型 一个叫Actor 一个叫Observe 一个叫Diff 这样子就符合了我们Operator的三个阶段 一个是动作 一个是监控 一个是纠正 下面一节我们将讲一下Operator到底是什么 以及Apache-Satin Sphere Operator都做了些什么 下面来到我们第三部分 Operator 首先介绍一下Operator是什么 Combinitis中Operator的模式允许你在不修改Combinitis资深代码的情况下 通过一个或者多个自定义资源关联的控制器 来实现对集群的能力扩展 Operator是Combinitis API的客户端 充当自定义资源Custom Resource Defined的控制器 一个Operator的运行原理可以拆成以下四步 一 获取CRD资源的事件 二 查看与事件相关的资源状态 三 按期望纠正资源的状态 四 继续的事件进行监听 我们可以看到PPT的右边 首先集群中有一个资源 集群中的资源有一个副本 用户修改其自定义资源中的期望副本为三个 Operator监控到增加副本的事件之后 会查看现在的资源副本与期望是否符合 发现不符合期望后 Operator将调用API对副本进行增加 完成扩容的动作 后续Operator将继续监听 用户自定义资源的其他事件 这样子就完成了一次调协的过程 Operator在不停的Combinitis中去做资源的监听 并且对监听到符合要求的事件做相对应的处理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一个Operator的组成 一个Operator就是由用户自定义资源 加事件加调协组成 调协就是进行不断的循环 监听和纠正 那么将API沙丁Sphere 迁移到Combinitis环境之中 我们需要去考虑哪些内容呢 首先配置复杂 由于API沙丁Sphere的强大功能 它的配置也会备得相对应的复杂 在Operator中 我们将配置和配置的挂载进行自动化 只需要用户去填写最小的启动依赖配置 就可以在集训中启动一个API沙丁Sphere Proxy的集训 后续的相关配置 我们都可以通过Dista Circle进行添加 治理节点依赖 API沙丁Sphere在运行的过程之中 需要一个治理中心对原数据进行持久化 这样才能对原数据在集训中的传播 所以要做到开枪集用 治理节点也需要和计算节点一起部署 虚拟集和云上部署行为的不同 在云环境之中 任何的临时数据都不会被持久化 包括写在本地的一些文件 这个和传统的部署模式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在云上部署的方式 需要对这种部署模式进行处理 最后一个就是弹性和水平的扩容 在传统模式下水平扩容和弹性扩容都没有那么简便 利用Kubernetes的能力在云环境之中 我们可以做到快速的自动弹性扩容 下面根据加构图 我们来抽丝的波茧看一下 Sharding Sphere Operator到底做了什么 在全景的架构图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 Sharding Sphere Operator提供了一个Proxy的CRD 一个Proxy Server Config的CRD 并且根据Proxy CRD 也生成了一个Service来决定它的暴露形态 根据Proxy CRD之中的描述 我们也决定了部署的形态 并且还在部署的过程之中 我们同样的也去安装了ZooCaper 作为治理中心 并且我们也可以将Sharding Sphere Proxy 连到一个MySQL客户端上 下面我们将根据其中的模块 进行详细的讲解 Operator结合用户自定义资源 对集群和集群中的其他资源进行描述 我们在Proxy CRD之中 会有如下几种配置 Proxy的副本数 MySQL驱动的版本 暴露方式 资源限制 存活旧区探征 在Proxy Server CRD之中 我们支持的最小的配置项 下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这几种配置到底代表了什么 Proxy的副本数 代表着我们期望启动的 Sharding Sphere Proxy的数量 MySQL驱动版本 代表我们需要提前下载的 MySQL驱动版本 由于MySQL驱动 不能和我们的Apache Sharding Sphere Proxy的镜像打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启动之前 如果我们使用MySQL模式 在我们启动之前需要去下载 MySQL驱动 在Operator之中 我们使用了Init Container 进行Proxy容器 启动之前的驱动下载 暴露方式 暴露方式决定Proxy 如何向集群内的其他应用 和集群外的应用进行暴露 资源限制 资源限制限制Proxy在集群中的 资源使用上限和启动 需要申请多少的资源 各种探征 各种探征在Proxy运行过程中 对Proxy的状态进行不断的检查 并且根据这些检查 做相对应的动作 比如说就续态探征 和存活态探征 就会决定Proxy的重启动作 和Proxy是否挂载 在Service上对外进行暴露 ProxyServerConfig 最小化的支持配置项 使用最小化的支持 启动Proxy集群 通过Operator的能力 能够便捷的将 SharingSphere的相关配置 转换成Combinities 使用配置文件 存储在ConfigMap中 存储文件的转换过程 完全是自动化的 并且配置文件是兼容 ApacheSharingSphere的 虚拟机形态的部分 配置格式 所以用户不需要去学习 新的配置API 即可做到快速上手配置 然后我们的配置过程 和挂载过程是完全自动的 后续就不用用户去关心 并且使用ConfigMap 也将三个POD的配置文件 保持一致 这样避免了 因为配置文件的不一致 导致了SharingSphere Proxy 集群的行为不一致的情况 Operator可以根据用户 自定义资源 对SharingSphere集群的状态 做不停的监控和纠正 能够做到手动的扩容和缩容 并且可以纠正 对集联资源修改后的状态 保证入口的统一 保证入口统一的情况是 如果有操作去修改集联的资源 Operator也会对这个修改的动作 做出感知 并且对比CRD的预期 将这个操作进行纠正 这样用户的所有操作 都是以CRD为入口 保证集群部署形态描述的唯一性 结合Harm的能力 在部署SharingSphere Proxy的同时 也部署着治理节点ZooCaper的集群 真正做到了开箱集用 因为SharingSphere在运行过程中 依赖治理节点作为原数据的存储 并且需要对原数据进行持久化 进行广播 其他的SharingSphere Proxy集群 才能感知到这个配置文件 并且有相对应的动作 Harm帮助Operator对治理节点进行安装 结合Harm和Operator的能力 就能够完成一套开箱集用的集群 SharingSphere Proxy通过Service连接ZooCaper的集群 实现了集群内的治理节点的发现 统一的部署形式 保证网络的调用都在集群的内部 同样的部署在Kubernetes中的SharingSphere 也可以正常的去连接 部署在任何位置的数据库 两种部署形式的ApacheSharingSphere Proxy 不会受到部署形式的影响 都可以随便去连任意的数据库 无论这个数据库部署在什么位置 通过Kubernetes中暴露SharingSphere的集群 可以方便的于集群外或者集群内的应用进行通信 不受网络的影响 多种方式的暴露形式 集群内访问使用Service 集群外访问可以通过域名 Load Balancer, NodePort等多种形式 第三方指标 第三方指标是指ApacheSharingSphere 支持现在专有的Agent进行采集运行状态 在Operator中可以实现基于SharingSphere指标的Adapter 用于对接各种消费指标的组件 在Agent中包含了非常多关于ApacheSharingSphere的运行时的一种指标 根据这些指标我们就可以对接指标的消费组件 包括动态扩收容的组件 监控组件等等 在Kubernetes中HPA自动更新工作负载资源 目的就是自动扩收容工作负载 以满足要求 SharingSphere Operator利用Kubernetes中HPA的能力 结合SharingSphere Proxy的相关指标 在Kubernetes集群之中进行运行时的自动扩收容 在开启自动扩收容的这个功能之后 SharingSphere Operator会在部署一个SharingSphere Proxy集群的同时 在Kubernetes集群之中应用一个HPA对象 在负载高峰到达时 可以实现SharingSphere集群的自动扩容 当高峰过去之后 也可以进行自动的缩容 保证了SharingSphere Proxy在高可用的同时 也节省了成本 下面来到我们本次分享的最后一个部分 Uncloud Uncloud项目的出发点是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会收集对于SharingSphere各种云上部署的方案 利用开源的巨大能量补充SharingSphere在云上的各种能力 首先我们提及一下ApacheSharingSphere Proxy的混沌测试 混沌工程是一种提高技术架构弹性能力的复杂技术手段 混沌工程可以通过实验保证系统的可用性 混沌工程旨在将故障扼杀在强保之中 也就是在故障造成中断之前将它们识别出来 通过主动的制造一些故障 测试系统在各种压力下的行为识别并修复故障 有效的可以避免了ApacheSharingSphere在生产过程中 因为故障造成的停机造成的应用不可用 混沌测试的优势有无侵入云延伸 测试的全部过程都在Kubernetes环境中完成 不会对代码有任何的侵入性 Uncloud中的混沌方案可以帮助云上的SharingSphere Proxy群 完成一些极端情况下的故障测试 帮助ApacheSharingSphere Proxy完善在云上的功能 混沌测试方案可以做到高可用的测试 包括POD的故障注入 延迟测试的 这些测试的case也依靠大家去做持续的贡献 ApacheSharingSphere Charts的仓库集成 在这个仓库中暂时包含了ApacheSharingSphere Operator的charts ApacheSharingSphere Unoperator的charts ApacheSharingSphere原生charts 可以通过一次Helm Ripple ADD 就可以将ApacheSharingSphere云上方案中的 一系列charts制品都可以获取 并且快速安装 未来也欢迎各位更多的贡献 有关于ApacheSharingSphere的charts 帮助ApacheSharingSphere丰富这个开源的chat库 最后 OnCloud的项目会继续跟进以下几个方案 一个是ApacheSharingSphere云上更多场景的解决方案 例如AWS CloudFormation 还有ApacheSharingSphere云上治理中心的优化 类似卡夫卡3.0去ZK的版本 这样子就希望我们拭目以待 在分享的最后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内容 第一 ApacheSharingSphere charts的发布 给ApacheSharingSphere项目带来了官方支持的云上部署方案 SharingSphere Operator结合Helm 可以在Combinities环境之中快速部署一套SharingSphere集群 做到开箱即用快速尝鲜 最后SharingSphere onCloud的项目 不仅包含了SharingSphere Operator 还为吸纳更多有关于SharingSphere的云化方案 欢迎大家的持续光度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加入我们的交流群 也欢迎大家关注一家ApacheSharingSphere 和SharingSphere Operator这两个项目 谢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